宇宙中有一个深邃无边的天体 没有任何光线和物质 能够敌得过它的吞噬 它就是叫做黑洞 对于人类来说 它依然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传说与事实 而教育和黑洞一样 就是一段未知与探索中的沉迷旅程 这条是记录了香港大学八周年历史的通道 大家都知道香港大学是香港第一间高等学府 在1911年就已经成立了 对香港来说的历史是有标志性的意义 也培育了很多世界各地的人的成材 在2012年, 香港大學踏入了100周年 也是我自己人生的新部份 因為我決定了上學校讀書 我不是覺得每個人都需要上學校讀書 只是這條是我自己選擇的路 而且學習也不一定是在學校 我們每天過的生活都是學習的 而且我覺得我們每天學習的東西 都希望能令自己容易實踐這三個步驟 就是我在哪裡、在哪裡、在哪裡 以及在哪裡 香港大學在我生命中 擔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在這四年來, 我進修教育博士學位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 我學了很多東西 例如當我有個人傷亡自己的時候 例如如何假設一個問題 如何搜集資料, 找出答案和如何應用 而最有趣的是, 很多時候 一個問題不僅有一個答案 而且這個答案需要經過時間的演證 其實大家知道, 教育體系有三個角色組成 就是學生、家長和教育工作者 我很感恩, 因為我有齊這三個身分 而且因為我是超過五十歲 不用說一聲, 因為我是超過五十歲 所以我澄清自己做超齡家長 超齡學生和超齡教育工作者 可能因為這樣, 當這三個身分的人 和我分享他們的挑戰和困擾時 我就感同身受 我三個身分都屬於超齡 不僅是因為我年紀大才做媽媽 亦是因為以我這個年紀重返校園 無論是我的已經是家長身分的同學 甚至是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年齡都被我洗 更何況以我這個年紀才投身教育 相比起其他人, 我算是喜寶慈的一個 其實我當老師, 其實這個年代 應該要先跟他建立了不同的關係 我覺得關係一定是先行 你跟他的關係好 他一定會先聽你說 其實我有些事想跟學生說 我覺得年輕人應該有自己的目標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是不行的 要相信自己 認清自己的方向之後 就向著目標進發 總有一天是會達到的 對, 所以他們不要看小 現在所做的每一件事 我覺得每一小事 都是成就未來的那個自己 老師、學校、小特國大盤 都是為他們打開 很多機會給他們試 但也希望他們自己願意 積極地走進去 對, 就是這樣 坦白說, 我覺得 mental resilience 是一位最大的問題 對, 我們會看到這更多 在學生學生 和年輕人 我認為 你所說的旅行 是很困難 是很長的旅行 你必須要很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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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旅行的意思 我認為現在的 我認為這件事 是有些人生疏 是一種疏忍 的疏忍 的疏忍 在很多個例子 是一種疏忍 的意思 為什麼要做這個 我現在已經有兩年來 兩年來 但我朋友們 他們真的有很多問題 因為 globalisation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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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文化和性格 能力度 需要在一起 主要是研究和教育 當然是理論 研究、知識交換 和教育 那是四個項目 Dora, 你教了很多學生 現在還在教一些學生 而且你是很熱情的 假如有一個學生跟你說 說… 賀教授, 我不想再讀了 那你會給他什麼提示 如果學生這樣跟我說 我覺得我會尊重他 他一定有一個理由 他想讀或是不讀 我會跟他說, 隨心而行 當然你要負責 而且我會願意跟他同行 這就是我們正正希望 我們每一個人要培養到的東西 就是I think whatever question 就是我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自己去找個答案 找到方法是否合適 找到答案是否合適 我們有指導 不是每一件事都要去問人 那你抬著的時候 你會否有些事情擔心 有, 是健康 譬如你有了, 會上網做一些研究 會不會愈看你愈擔心 會有, 會 看完之後 晚上回家就會跟Jimmy說 有些人會這樣 原來會這樣 我可以放下一切的分數 與成績也好 但我怎樣去幫我的小孩 他會很強壯地去面對 他的老師和物理的同學 因為上學後是他自己 他是一個人去面對周中的環境 他很辛苦 所以我們經常說要放手 要放下 究竟怎樣放呢 即是不可以說 我為了要讀書 我24小時也讀書 不用睡覺 不用吃飯 不行 我要他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你怎樣去處理你 將來的人生 對 所以接著我就跟他說 不要緊 你今天是做好了這些 這個默書 我們明天才算 睡覺 其實我會告訴你 我們是第一天做媽媽 我每天都是新的媽媽 我知道可能我會做了些事 或者說了些事令你很傻 我說 希望神會幫助我們 大家的情緒 都可以控制一下 你又原諒媽媽媽這樣診 但是反過來 因為都是媽媽緊張你 那些家長、群組 就說 女兒學跳舞 就考試了 對… 又說甚麼 接著你那個 然後你會害怕 你會害怕 他也有跳舞 但一起跳舞 很明顯怪 那你又會開始有些轉變 是 今天一歲到六歲 是 你要湊奶樽、抹尿片 或者擔心她入堂 是 一上到小學 成績 年輕時 九歲至十二歲 是 會有甚麼轉變 有甚麼轉變 整形心態 又是女兒 是 之後你更擔心 不會 就算她去到結婚 你也會擔心 對 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最大的挑戰 我想是小時候照顧她 因為其實她小時候 家裡沒有一個外傭姐姐 我想可能那段期間 其實反圍 因為裡面的老師很好 院長也很好 她教了她很多事情 很懂得自己照顧自己 我們都很疼她 但不會中她 不會有力愛 所以對她來說 我想不知不覺 原來是一個好的影響 因為她考試拿七十分 你去罰她 或者今天不准你做甚麼 不准你做甚麼 我覺得小朋友很無私 我覺得全世界最愛我們的人 就是我們的小朋友 是無私的愛 我覺得我們要想想 是否對得起她們 我們做每一件事 是否對得起她們 但反過來 當你對她們做錯了 也不要那麼指責 因為我覺得過程真是學的 我跟媽媽聊 我一個是沒試過 發過小朋友生氣 懂得願意自己 我覺得要懂得 你要明白 我自己也要給自己第二次機會 我們的小朋友 會給我們很多很多第二次機會 是沒有一個 是要她自己很主動去找你的方向 而不是大學給到任何東西 我去知道自己的步驟 是想做些甚麼 我不是 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做甚麼 就是 我想過很多東西 但是 沒有任何東西 是 很興奮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 為何有時是 multiple choice 有時是 true or false 有時是 SA4 有沒有想過 即使處身在不同的環境 每位老師 學生 和家長 都希望在各自的身分上 更努力 她們油沖的心聲 令到我很有共鳴 激發到我投身教育的動力 而當初 令到我進一步下定決心 修讀教育碩士學位的 是她 自從Maira出生 我就逐漸發現 原來我是未完全準備好 照顧一個小朋友 特別是照顧一個 很有藝術天分 和天資聰明的Maira 很幻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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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幻想的 很幻想的 很幻想的 感覺 好像我想做的事 和我有能力做的事 是不一致 怎樣做一個稱職的媽媽 是我第一個 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家裡濕了 不要緊 收到船 回去擦 不要緊 回去擦 回去擦 不要濕 不要緊 你再穿上去 我想 於是我和我先生 最大的決定 是怎樣 為Maira選一間 適合她本性的學校 慶幸 我們有個共同信念 是希望女兒 可以做一個身心健康的小朋友 最後我們決定送她去一間 總是自由玩樂 和傳人學習的學校 其實如果你問 真的差不多所有 很多研究 都說讓她們玩 你就看到她這個環境 讓她去試 她是很有信心的 她不怕跌倒 跌倒後 她也會覺得 哈哈哈哈很開心 這位女兒 現在香港的情況 我覺得 我覺得有部份家長 比較極端 譬如有些幼稚園 她回半天 有些家長覺得不夠 下午再有 另一間學校要回 等於 好像情人 有上班沒有下班 她還要 星期六、星期日 就排得很密的 興趣班 我覺得這個就是 過游不及都是不好的 教育是平衡 好 Mira出生之後 我面對一個身分的轉變 作為一個新手媽媽 我希望尋求方法 成為一個稱職的媽媽 所以我決定回學校 讀教育系 因為我深深相信 Education is always the way forward 怎知道 在進修的過程中 我發覺 推動教育 已經變成為我的使命 於是我就決定制了一個 關於教育的節目 希望可以利用我的潛能 歌聲及技能 為社會作出一些貢獻 這個節目 其實不單是為了家長 學生 和教育工作者而做的 而是為了所有人 所有有抱負 和夢想的人而做的 所以這個節目 我就邀請了不同的朋友 他們是來自不同的年代 就是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九十後的人 還有是來自不同的教育背景 教育程度 和不同的教育文化 我們很希望他們可以分享 他們如何實踐 這個終生自教的心路歷程 這個節目 不單是分享不同人的故事 探索教育的課題 更重要的 希望透過每一位朋友 生活上的得著 從他們的身上理解到 學教、家教固然是重要 但是真正啟發到我們 學會做人處世 是必須要經過自我覺醒 提升本我 成就自己這三部曲 而這個過程 就是持續的終生自教 是一種想法的 生活中學習 你永遠想要學習 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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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於這段 課程 也有關於 你沒有知 全世界 要求助理 人 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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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能夠 你能夠分辨自己 你能夠幫助社會 你能夠找到世界上的位置 你能夠找到自己的位置 你能夠為自己和別人 對 其實每一刻每一秒都是學生 因為將來永遠對我來說是新鮮的 譬如我現在的工作是大的工作 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是別人的女兒 是別人的太太 是別人的媳婦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學習的 是的 因為我對於個人發展 或者個人發展 其實我是很喜歡的 所以之前要讀這麼多書 其實我不是真的想得到那個年紀 我只是覺得人是要進步 1968年我在香港出生 到了70年代 我就和家裡移民去美國 雖然離開香港的時候才只有幾歲 不過對於香港的地道小食和地標 我依然記得很清楚 在零歲的童年記憶裡 還有我在香港讀幼稚園 還有媽媽和弟弟 照顧我放學的片段 這個就是我很漂亮的媽媽 她很斯文 平時不多說聲 只會在適當場合 才會表達意見 這個優點我就學不到了 還記得小時候 很喜歡和姐姐和弟弟一起玩 我的弟弟就經常都哭 不過與我無關 還有我小時候想成為舞蹈員 因為我想跟隨爸爸的部分 爸爸當年在黎迪呼聲 擔任舞蹈主任的職位 負責創作和編排舞蹈 他仍然在中西舞蹈 事業很有前途 不過為了我們有更好的教育和機會 最後決定放棄事業 和我們移民去美國 那時候我已經明白到 我父母是如何為我們作出犧牲 去到美國定居 就算爸爸媽媽 想我們好好吸收美國文化 但是他們依然堅持 要我們不要忘記中國傳統 所以放學後 我們都要讀好中文 好好吸收中華文化 身在外地 我為自己作為中國人而驕傲 同時也為爸爸感到自豪 因為當年他在唐仁街 開了一間舞蹈學校 還將舞蹈文化 傳去美國不同的州份 令中國舞蹈發揚光大 要同時兼顧家庭和事業 其實並不容易 在爸爸身上 我體會到 一份追求理想的熱情 一份不斷激發人生 向前邁進的憧憬 童年的生活 啟發了我知道 如果要令小朋友熱愛一件事 首先要給他們空間 去認識最真實的自己 你相信你能夠成為好球賽嗎 對 從那裡的信心 從哪裡來自 我的愛 我愛球賽 我希望能夠成為好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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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雖然察覺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但有時我們會欠缺一份勇氣 去追求這個渴望 那其實你真正想想去追求的是什麼 我呢 我呢 比較多元化 就是我 繁繁都比較喜歡攝裂一下 可能畫畫也挺好 就是設計的排版 人家的poster 那些廣告設計 也挺有興趣 然後呢 繁繁都會想試一下 然後可能有時拍片 也會覺得挺好玩 也會想試一下 就是攝裂廣一點 但是然後再收集一下 看看是哪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是好的 因為你這個階段 正正是應該嘗試多些東西 不用一定要鎖死自己 就算我現在五十歲 我也是剛剛開始 我的教育那個路程 所以其實是永遠可以再嘗試 再嘗試 不要說我 我知道你說我後悔 我選了這件事 但是可以用你的方法 去向前走 去達到你的夢想 而不是一定要一條路 我對舞蹈的熱誠 長大之後 我對舞蹈的熱誠 並沒有減退 好記得 當時爸爸很努力 完成教育碩士學位 繼續在一間 波士頓公立學校 任職四年級的商語老師 也是學校教授 古典中國舞 一、二、三、四 非常好 當時總算完成了我半個心軟 因為在這間學校 我擔任了爸爸的舞蹈助理 做爸爸的助理 我其中一個職責 就是選出五十個學生 成為學校的中國舞蹈組 我還記得爸爸教過我 要他選一些學業成績 不是太標青的學生 因為他相信 舞蹈可以幫到他們 得到學術科目以外的鍛鍊和堅持 令他們建立到信心 我也是在爸爸身上觀察到 要成功得到學生的信任 老師就要付出真心 當他真正關懷學生 學生是會付出相應的努力 更加努力學習 在教跳舞這段日子 我會和外國學生 分享中國文化 這件事到現在都令我很驕傲 我認為孩子們會學習 更加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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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他們會學習 不同的文化 舞蹈 除了自己的 跳舞就停止了 兩年 但我停止了之後 就覺得很捨不得 就經常都說 很想再學 然後就在中一中二的時候 就促身再學 你為何停了 因為家裡有些資金的問題 是 然後就不夠錢 給我學太多 然後就停止了跳舞 但後來就很捨不得 然後就再學 那甚麼令你沒有放棄這件事 因為其實自己的心一掌很想跳 真的很捨不得 因為跳舞的時候很開心 其實是很辛苦 但又覺得有時候練到一些 真的覺得很難的事情 但又很有成就感 嗯 平時坐在學學就很悶 就是這樣看著一本書 但跳舞是靠自己 一步一步去練出來 有時候可能是自己發掘了一些東西 而不是看著一本書去學 就是自己發掘的過程 就好玩很多 在香港來說 其實音樂文化也不是很普遍 可能 或者現在看到大家在教制裏 都是專注在學業 或者多於一些文化方面 可能對我們來說 可能是難一點去實現 因為可能市場有些飽和 但可能期望之後 一些人會開始專注 個人的文化修養 可能多點欣賞 其他藝術、音樂 那你的夢想是甚麼 我的夢想是一個職業籃球員 因為可能我小時候 可能看Corey Ryan那些長大 對 我當中看到她的精神 她的永不放棄精神 就感動了我 令我覺得堅持一個運動很難 所以我很想去嘗試 去堅持做一件事 那你現在做了甚麼 令到你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每天不斷地去練習 加強自己的能力 因為我父母很支持我 他們覺得我是堅持 和喜歡做那件事 他們覺得沒所謂 最重要的是我喜歡 我肯努力去做每件事 以下的朋友 我從小到大都認識他 而我就叫他做我的大哥哥 而這個大哥哥 有一個人生的哲學 我是非常欣賞的 認識大哥哥John 源於1970年代 我在美國波士頓生活的日子 我也不敢相信 我們相識多年之後 今天會走上同一條路 為教育介出力 最近和他見面 我就問他 人生到這一刻為止有甚麼領悟 而他不下三次跟我說 他說這句話 我一直堅持一件事 就是自我荒憂 這位六十年代 在美國紐約 和波士頓長大的年輕人 帶我回去認識 他在學習路途上的 Do's and Don'ts 在大家的右邊 這裡就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就是36號, St. Mark's Place 就非常接近在第二條大道那裡 我亦都在這裡住了 整個中學的時間 我們都是在這裡的 通常我上不到早上的那些堂 因為我早上的那些堂 因為我早上的那些堂 多數是跳過的 那時候的好處 就是很多我們 上早上的那些堂 全部是大課課 全部有帶的 我多數去看帶的 我就永遠是上不到的 不同的社團的年輕人 在這裡的私殺的場面 我都見過的 在這裡隨時在街上 都見到有這些情況出現 很多時候 不是說你對著本書 整天你就會認識的 反而你有做些不同的事情 你是懂得怎樣集中下去 很短時間那裡 其實是可以做到相當多的事情 John F. Kennedy曾經說過 問問不論哪些國家 可以為你做 你需要問 什麼可以為你做 你的國家 要保持自己一個開心的心態 找到一個家庭事業的平衡在哪裡 還有可以繼續做自己 令自己開心的事 我會繼續這樣生活下去 其實Jonah 我們都談了很多很多話 但會不會還有多些事 你想跟我們說 有的 或者遲些 好 我等你 我和黃敏德Michael認識了二十多年 因為這個節目 我有機會更深入了解他 我發現他茫茫初心 憑著這個堅強的起肢 一直沒有放棄過去追逐自己的夢 他跟我說 說他的彈琴技巧還未完美 所以會繼續用心去學 這份好學不倦 令我深切感受到 追夢永遠都不會怕遲 就算只是童年夢想 只要一份熱誠 一份勇氣 亦足以夢想成真 今天是Michael第一次 彈琴音樂 還要表演 其實算是夢想成真 因為他很多年想做很多東西 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怎樣 我是否鬼佬 現在差一個鬼很白 我認為你會很好 好的 謝謝 很幸運 好的 準備好了嗎 好的 好的 好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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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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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好 好 好 我想召唤相过去 因为我那么近 至于当年 我认为 我讨厌 我讨厌 但这个想法是 我讨厌 所以 你帮我妈了 这是我 我讨厌 我讨厌 你应该紧张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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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真的很串 很串 你骇不死 你骇不死 我们的来疙瘩 我和Michael和John都是在美國受教育的 一直在我求學階段之中 直至當我入大學 因為我多次的背部和盤骨受傷 所以我不可以完成我的夢想 成為一個職業舞蹈員 就是因為這樣 我要再一次盤算過 我去哪裡?我去哪裡? 我去哪裡?我去哪裡? 我去哪裡? 跟家人商量了之後 我決定修讀全理系 希望將來可以成為一個社會時事記者 肩負起為社會弱勢社群發聲的使命 當時我也挺傻 一生想著只要考好成績 畢業之後就一定可以找到一份好工 誰知道最後用了半年的時間才找到 還要不是做記者 而是一間電視台的新聞製作部做PA 這個最低的職位 當時就算沒有做錯都會被人罵 雖然是這樣 但一做就做了五年了 到後來 因為我想有更大的發展 於是我就決定自己做主播拍一段視頻 當時我足足用了一年時間 力盡艱辛地周圍撲 找人幫忙才拍得成 最後終於被我爭取到 在一間友善新聞台做freelance記者 For Neighborhood Network News I'm Flora Chan 這次的成功令我深深體會到 做人一定要為自己創造機會 和拿出勇氣去實踐你的夢想 作為一個超齡媽媽 超齡學生 和超齡教育工作者 我希望可以超越年齡的限制 所以好像地球一樣 就算運行億萬年 都仍然可以不斷孕育出新的事物 以生命影響生命 以教育影響教育 如果我把自己比喻為地球的話 那我身邊的兩位好朋友 孫圈和幸義 就是星星和月亮 孫圈就是星星 懂得用閃爍的光亮 照耀其他人的生命 而帶著女性溫柔的幸義 運行於陰情圓缺的自然變化之中 帶領著身邊的人 活出各種魅態 孫圈、幸義和我 代表著三個不同年代的女性 我們不育而痛 都要英國結合不解緣 今次相約同行 分享文化點滴 好開心 第一次一起 我們第一次一起飛 很感謝你們兩位 謝謝 謝謝 我不是去到Neverville 真的嗎? 我都沒有 我也很期待聽你們的故事 你們是Borning School的故事 你們是Borning School的故事 你們是Borning School的故事 9年 9年 Borning School加起來 我Borning School是全程 Borning School的故事 Borning School是全程 Borning School的故事 我也是Borning School的故事 1.4分之1是英國人 我真的不知道 血統 這東西有血統? 1.8分之1 1.8分之1 真的? 我可以這樣嗎? 是Scanish 你認識了這麼多年 你不知道你嗎? 我那天才知道 你8分之1 是嗎? 你哪一邊? 我爸爸 我爸爸 你爸爸 你爸爸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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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出發 我們出發 我們有很多東西 我們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玩 了解感受 我們會好看著它 對 很棒 沒事的 好,再見 我們出發 我們來到Beatles的故鄉 尼密浦 這裡是一個充滿新舊文化衝擊的地方 在這裡 我們了解到 當地人的地方智慧 如何成就了 這隊震撼全球的樂隊 他們將從生活事物之中 所令不到的智慧 用歌曲與宇宙和應 另外 我們來到一塊 充滿寓意的地方 Another Place 一個可以讓遊人 在四季之中 飽受風、沙、雨 對你的侵蝕和挑戰 我們親身體驗之後 突然明白到 創作這100個鐵人藝術家的用心 走過這段發現的旅程後 孫圈和幸兒帶我重回他們 讀書成長的地方 看看他們有甚麼可以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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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們的師姐 我睡在這裡 我用來睡在這裡 記得有一晚 睡一會突然就突然 然後我馬上問我 我問我什麼事了 他說 它只是一個砲 有一個塑膜爆炸了 對於他們而言 我在這裡 可能他們長大就是一件 挺普遍的事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兒是我以前住的 一個女生宿舍 其實這兒也有八多年的歷史 剛才進去裡面 原來已經改造了 變成班房 其實也沒有很多記憶 可以看到以前 我在二層一層層層層層層層 再在四層層,到四層層層層層層層 其實那時候一入口 我就會開個戶口 每次只會拿五磅 五磅我想起碼用整個星期 讀書的時光是最應該珍惜的 可能會是你人生中最開心 最無憂無慮的一段時間 因為不只是上學打開書本 學完這學的東西 考試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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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做事找一份好工 我覺得做人現在看回頭 是在這裡很重要 當你做了的時候 大家沒想過 入了大學 原來是有機會做舞台劇 跟著就開始了我演戲生態 當你看到困難 對於說為什麼我 試試我 人一定要有經歷 有經歷你才會學到的東西 當你太順時 很多東西就是 你不會理會 你不會理會 必然的 好像是這樣的 所以他們跳路是這麼平坦的 雖然我沒有自己的小朋友 但我覺得 我去跟其他人的小朋友相處 我會提醒自己 因為我玩甜 我要做一個好的榜樣 好處就是 他不是我的小朋友 你明白嗎 我也想多一句話 我晚一點才跟你說 好 在我七十年代讀書的時候 學習一直都是由老師主導 而學生就會跟著老師的步伐前進 但是隨著時代的改變 身處於第四代工業革命的今天 我們真的是時候 要改變這個教育模式 為了解新一代 如何適應今天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的發展 以及如何在他們的工作當中 應用他們學到的知識 最好的方法 當然是直接跟年輕的創業家交流 在他們身上看到 要是急速轉變的社會 生存和成長 靠的是一份勇氣 失敗乃成功之母 這句我們小時候聽得多 俗語來說 不怕魚就行 在座有三位新一代的創業家 第一個問題想問你們 是否作為創業家 最需要就是不怕魚呢 其實也是 要死女兒爛女兒 三個年輕創業家 各性各有不同 我會用水的不同的形態 去形容他們 Leanne就好像流水 要長時間流動才會轉變形態 並且找到她創作的節拍 水加熱到廢點就成為蒸氣 而Natalie就像蒸氣一樣 不斷不斷地努力嘗試 就會最終激發出很強大的推動力 飛就像冰一樣 硬斑斑地懷著一股動力地向前走 就算撞板 都要走出自己的路 闖出成績 因為我覺得Anshira的資源 是很不充足的 資源我們會很少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慢慢發大 做才會有更多資源 所以掃街也要做 我針水、遞水 全部都做了 我覺得做得很開心 每次做都覺得 我會做得到 就算是… 想做很快 對,想做 在Flora身上 我真的學了 我真的不斷地學習 而且我覺得 生業者真的要不斷地學習 因為你才能延遲自己的商業 你覺得其實掙扎沒有停過 對 現在你還要掙扎 只是你好像好像積現了 可以掙扎多一點 就是呢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只要我們努力 我們多數都會有機會 會創造一個機會 但你們現在的努力也未必有機會 主動爭取機會 是邁向成功的重要契機 有時候機會就是一閃即逝 關鍵在於你有沒有好好把握 我現在最大的挑戰 可能是因為我現在選擇了做藝人 但做藝人,其實你也會明白 你總會有瓶頸位 你會覺得我還能否做其他事情 或者我已經做了三、四年 我會否不能繼續上學 只有一輩子都是拍網片 做主持 因為我簡直不喜歡讀書 我可以選擇,其實我不想讀 但沒辦法,以香港教育制度來說 你一定要讀到某個程度 那些人才會聘請你 你當作逃避或是等大學去找學校 不如找一些比較專業的 或是自己有興趣的 就讀了一個副學士先修 博一科自己喜歡的就是讀日文 每一個人去追求的 不一定是跟我一樣的人生 但我覺得最起碼你要對 明天睡醒之後,你要有希望 你要想著自己十年後如何 二十年後如何 有信念才叫做天堂 有奇蹟是你身上發生的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有機會 有一個奇蹟會在他身上發生 甚至這一刻是瓶頸的 但我也覺得只要過一個瓶頸 可能我可以達到某些目的 我可能可以做到一個更好的自己 其實我不知道在哪裡 一個人有很多個角色 有很多個角色 有很多個角色 其實我一直走一直都在摸索 在不同方面的我 是 不排除我再走下去的時候 會有越多的角色 是 在照片裡有一種很無從的感覺 很自由、自在 有一種好像會飛的感覺 拍攝可以令我明白到 或體會到角度的重要性 而榮春就是… 他可以讓我感受到 這個意念的重要性 榮春有一個很大的啟示就是 生命是由思考和意念 何謂小念頭 其實小念頭就是用最少的力量 用你的念頭去控制拳頭 其實這種心態 跟游泳達到最高級別的時候 其實也很相近 因為游泳… 其實世界第一和第八名之差 可能差到0.1秒 其實成功就取決於細節 害怕也會有這個感覺 但我覺得好就好在 可能始終自己還是年輕 我可以儘管輸 我可以儘管輸,然後我可以重新 你又說了很多話給我聽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你想說呢 我會叫他做第一代的創業家 而他的過去很值得現在的新一代學習 我想把一個有故事的東西放進我的設計 對,因為漂亮的東西太容易做了 我的名字的內佑 就是因為我出生那天 是香港以來最強烈的颱風 是,所以我想我第一隻手錶的時候 就想起這件事 我們當時是屬於洗字區,八層高 我們小時候經常個個都營養不良 那時候有很多人生蝕蝕蝕 一個有蝕蝕,一個人都有蝕蝕 這裏是聖安多利堂,這裏是聖安多利堂 這裏是我以前中學,一間英文中學 讀完就畢業,畢業就做事 因為我爸爸一直等我畢業 就快點出來做事,所以對你沒有期望 總之你正常人,覺得中學畢業 就已經是人生的一個完結 其實我當時很想讀書 你說這裏夠,我想小時候沒有這些 我說這裏也沒有 因為我十歲時,你說四十多年 我找到第一份工作 我找了一份文言的工作 這份工作我認識了一個人 這個人到現在我們都是朋友 我認識了胡峰,修光 因為修光是做影片發行的 我去看工作時,修光看到胡峰 小時候當然是偶像 我看見修光很開心 當然很想他聘請我 他問你懂不懂甚麼 打字懂不懂,不懂 出擊懂不懂,不懂 甚麼都不懂 那時候我們最厲害的 我肯學,我很肯學 那年初你不學習,你的機會會比人少 就因為所有在你身邊的人 都抱著那個態度就是我沒有機會 只要你不讓那條線的人走前一步 你的機會是勝過所有人 我都跟自己說 每年我都會跟一些大小小的團體 有小小連繫 動物的有,人的有 老人家有,教育的有 你一定要有一個目標 去導致你一路往前走 其實我們這兩人都談了很多 那你還有沒有其他事想跟我說 如果說到這個問題 我今天不說 下次說給你看 好,你好 你們很漂亮 在這裡,我很開心 感覺是不同的一般大城市 因為街坊看到我 而且我看到他們也會很開心 大家打招呼 就算不是說很熟 他們也會很友善 所以我很喜歡來這裡 感受一下這個地方的智慧 可以這樣說 現在這間店的成本 也不會很高 不是很多錢 不需要說有很大成本 不過每一個月的皮費 和生意下 這個轉變都不值得賤給 是,剛好交租和薪金也未必有 不成正比,但為何你會繼續做下去 不想放棄 想繼續看有沒有希望 他們經常說 他們經常說,你們不要收拾 他們收拾,我也不知道在哪裡買東西 很多都是這樣說的 那些小孩來,有說有笑 有說,你就是向我,我就是向你 他們很開心 有夠錢買,可以數一把桃子收,我就收 不,本身有小孩子,也是做這行 他們在十五歲前就一行 今天,你份幾歲?六十多歲 我們白手欺家、兵家, 靠自己 你看過, 老大膽了 你看過, 你們看過 一定是辛苦的, 成功一定是辛苦 努力一定是很白費的 一定要做甚麼都是 所有診所都關門了 我怕他們的病又沒有藥 如果去馬荔園太多了 我就唯有下來 我睡醒了, 下午就下午做了夜晚 到了夜晚11、12時, 我就離開 你真的很有心 真的, 我覺得是我的使命 是嗎? 是你的使命 是… 我跟他們倆未有, 就做善事 我去到他們, 他們未曾回 我叫他們夥計, 給錢吧 給100元, 行了 如果不行, 怎麼告訴師傅 我真的驚訝 從來未做過手勺 頂一個大排檔也不夠錢 人家要我二萬五元 我只有二萬元 才頂了一個大排檔 賣牛雜粉麵 多謝, 乾杯 好, 謝謝兩位 是, 早先生, 你好… 我想多謝你, 我想多謝你 對了, 你幫我看過那個先生 對, 很好 發覺他有健康膏 所以健康上他留意好多… 很多謝你, 真的 不是… 他經常過來, 我知道的 是, 計玩的 謝謝你, 真的… 我共你人笑而老 自此用眼, 無話下苦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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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